凤宇恒却是摇了摇头 算不得夸奖 一般来说 咬人的狗不叫 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说 所有听到的人都挣了住 谁也没想到 既然郡主会突然说了这么一句不客气的话来 可是很明显 凤宇恒的话还没有说完 他捏着那丫头的两只手 仔细看着 一边看一边说 也不知道在吕家里的主子 让你干了多少粗活 瞅着这两指之间都生了老茧 真是叫人心疼 说完 便将那丫鬟的手放了开 再不去理 反倒是看向吕瑶 笑着道 兄妹情深 深到什么程度呢 吕瑶一正 面色愈发的白了 别怕 我不吃人 你们吕家要生出多少龌龊事 我也不管 但你既嫁到了姚家 就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今日本郡主也没送什么好礼 不如这会补上吧 望穿 他偏头叫了一声 又随手在腰间 摘下自己的腰牌递过去 拿着本郡主的腰牌进宫一趟 去请一位宫里 专门为娘娘们艳身的嬷嬷 到姚府来 吕家小姐大婚出嫁 这与他来说也是无上的荣耀 望穿答应着去了 再看吕瑶 却是吓得嘴唇都打了哆嗦 姚叔思想较为单纯 还涉事不深 这话听在他耳里 虽也觉得臣子大婚 没必要艳身 可既是宫里为娘娘艳身的嬷嬷能道府 也是好事一桩 便也没说什么 可这话听在姚敬军耳朵里 却让他决出一丝不对劲来 不由地看凤与恒 但见凤与恒微微地冲他点了头 不由地怒火中烧 这时 姚敬已然蹲在尸体旁边 率先查验起来 一边查一边说 我姚家别的本事没有 但对医术还是精通的 老朽看着这吕家公子的侯奸 似被真状物所赐 真真入侯 最终毙命 待一会儿 金赵颖带着武作童来 可再行验查一番 说罢站起了身 急不走到凤与恒这边来 看也不看旁人 只对凤与恒道 你是我姚敬的外孙女 便是我姚家之人 今日这事儿你便给做个主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倒是要看看 某些人心存不轨之意 究竟是 想要把我姚家陷于何地 姚敬一发话 姚家就更有了主心骨 原本吕姚嫁进来 除了姚叔之外 其他人都是不太满意的 他们一向只求平安喜乐 不惜与大官员结交 可姚叔喜欢 这人娶进门 便也会好好疼爱着 却没想到大婚当日 就出了这档子事 弄得姚家上上下下 对吕家都是颇有微词 眼下姚敬说了 让凤与恒做主 他们接点了头 姚敬军更是说 阿恒是郡主 是我姚家位分最高之人 李当说的算 这二人一表态 吕姚那边是彻底粘了 正准备再跟姚叔争取一下 这时 却听门房接连通报道 左相大人道 金兆颖大人道 去请吕松的人 是七皇子玄天华手下的 依着玄天华的意思 他只传达了 要左相上门收诗的话 对收谁的诗 吕松直到现在都是不解 而随后进来的金兆颖许进元 却是先听了搬走的话 然后才跟着姚家下人 往这边赶来的 他不但自己来 还带了官差 带了武作 一副上门办案的模样 看得吕松又是一番糊涂 可带他走进姚府大门 看到那搁在地上的尸体时 却是瞬间就惊醒过来 他脚步顿住 瞪大了眼睛 死盯着那具尸体 面上惊恐之余 更多的却是嫌弃与怒恨 吕松无论如何 也没想到 这已经送到外省去的人 突然就回来了 还出现在姚府 偏偏挑这个时候死 还是死在姚家 吕松看看吕摇 看看在场众人 不由的心中振振后悔 早知今日 他不如早点下决心 把这个逆子给掐死算了 吕大人 怎的站在这里不进去 七殿下还等着您回话呢 请他上门的那个侍卫 很是不客气的跟吕松说话 什么正义平左相 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 吕松心下一惊 赶紧找到玄天华所在之处 几乎是小跑着就过了去 二话不说 一先一跑 就跪到玄天华脚下 朗声道 陈吕松 透见淳王殿下 姻缘是玄天华叫来的 其他人倒也没有多话 只等着玄天华与之周旋 可玄天华 就像是没见着也没见着似的 覆手而立 目无着处 就是不理那吕松 吕松也是能忍得下之人 就那么跪在地上 一点怨言都没有 正义品不正义品的 在皇子面前还算个屁 正何况他这个左相 怎么当的自己心里清楚 不过就是 朝廷正好有这么个空缺 皇上瞅着 也是没谁能爬上来 顺手就给了他 不过这当了左相 心里压力也是极大的 说的好听 是国家公骨之臣 说不好听了 大顺朝谁人不知 皇上看谁不顺眼 就让谁当左相 这左相之位一旦坐稳了 那随之而来的 就是一轮接一轮的打压 从前的凤锦元是这样 凤锦元的前任也是这样 前前任还是这样 大顺朝的左相之位 历来就不是好做的 当然 也不是所有左相都倒霉 前朝也有脱颖而出的 却是压对了宝 把自家闺女 许给了一位日后真的寄了皇位的皇子 他吕松也盼着有这么一天 只要他能在左相之位上翻身 那么今日之辱又算得了什么 虽说眼下皇上却是有意传位于九皇子 但后面的是谁知道呢 皇上身体可是好着 那么些皇仔 也个个都不是白给的 他且要看看 这盘棋到最后 究竟是谁输谁赢 思绪的功夫 玄天华那头终是有了回话 却是问他 死了的那个可是你的儿子 吕松赶紧答 回殿下的话 此要正是微臣长子 名为吕错 一时间只顾着思考大局 却忘了在面对长子暴毙时 一个父亲该有的表现 这不只是玄天华心生诧异 就连在场官员及夫人小姐们 也都纷纷不解 不由的私下里议论起来 而吕松听到人们声声议论 却也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可眼下再回过头去哭 儿子又显得太假 一时间有些不知该如何是好 玄天华倒也是不急 在边上捡了把椅子坐下来 只看向正在验尸的武作 那武作之前也是听了搬走的话 此时验起尸来 是更加得心应手 直接就奔着尸体的脖梗处看了去 一边看一边说 侯奸遭监力精细之物身次 以此致命 长约两寸 说着又翻开死者衣领 除去上衣逐步查验着 薄厚井有指甲划痕 发间有水草 周身水气带着腥味 飞鱼水 带是池塘之水浸泡过 邪后更有破损 应该是被人拖拽过 死亡时辰约43克 武作很利索地 将验尸报告口述出来 再看向许静元点了点头 大人 为他害 许静元冷着一张脸 目光直投向吕瑶那边 却是一转头 又对着姚显道 姚大人 此案是让下官带着嫌犯回去再审 还是当场便审 姚显大手一挥 即刻就审 我倒是要看看 是什么人胆敢在我姚府杀人 杀完了之后 又栽赃给我的宝贝外孙女 许静元深吸一口气 他来之前已经听班走 讲了这边的事 直到那吕家之人可真是胆子大 居然一盆脏水 泼到了解案郡主头上 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得了姚显的许可 他立即着手办案 人已经不客气地 坐到了姚敬军让出的主座上 依着办案流程 先是找出所有到过事发地点 以及在那处周围之人 然后逐一排查 最终 倒是将目标落在 凤宇恒和喜悦那边的一众人身上 不过凤宇恒却并不着急 许静元是他的人 他自然相信 这人的办案能力 果然 许静元放着他这边不审 只将目标锁定在喜悦那几个旅家下人身上 三人跪在当场 奶娘还在拼命地强调凤宇恒的嫌疑 许静元手下的官差 却是一点都不客气 举起手中仗棍 罩着他后背一板子就拍了下去 只把这个老货给拍得差点 没一口血都喷出来 听着官差口喝肃警 却是再也不敢多说一句 而许静元是个聪明人 他深知这事跟下人们纠缠 那是没完没了的 下人撒起泼来死不承认 他倒是有功夫跟着号 可若想在一时片刻就把这案子给办了 却是不太可能 但不当场解决又不行 姚显那头等着呢 这老太医是皇帝跟前的红人 又是凤宇恒的外公 他有多大的胆子也是不敢招惹 于是眼珠一转 记上心来 吕家小姐 或者本官现在应该称你为姚家少夫人 你可知罪 突然的 许静元认为这么一句话出来 把个吕瑶给吓得魂飞魄散 就连在场众人也是微微吃惊 吕瑶本没在地中间跪着 可许静元点了名 官差们立即当差事去办 揪了吕瑶 就给按到了地上 强烈迫使其下跪 吕瑶不服 不停地喊着 为什么抓我 放开 我是左相府的二小姐 你们凭什么这样对我 许静元冷横 你的父亲 也就是当朝左相 如今都还跪在地上 你叫什么区 吕瑶一正 反应过来去看吕松 这才发现 吕松还跪在七皇子脚边呢 七皇子没叫起 他是死也不敢起 他心头一颤 不再挣扎 却还是不甘地道 许大人是来办案的 死者是我的亲哥哥 你把我压到这里来干什么 许静元冷声道 本官叫你上前 自然有自己的道理 亲兄又如何 有些人偏偏就是生长 连亲生兄长都下得去 手得很毒心肠 吕 吕瑶没想到 许静元这般武断 上来就把这罪名给他扣上了 不过他并不害怕 且变得有理有据 你需要血口喷人 我怎会对自己的兄长下手 那是不可能的事 更何况 一个大男人 我一个弱女子 哪里有本事杀得了他 这话说得在理 可许静元却是对此嗤之以鼻 同时向手下人招呼道 去将吕小姐的脚下的鞋子除下 你们干什么 为什么脱我的鞋 吕瑶有些慌了 平白无故的 就被当着众人面脱鞋子 这对女子来说是奇耻大辱 就连姚叔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想上前去说几句 却被姚敬俊给按了下来 而官差们 哪里会理吕瑶的哭喊 脱鞋的动作十分利索 三两下 就除了他双脚的鞋子 递到了许静元面前 许静元拿过来 翻了鞋底子一看 唇脚勾起冷笑 鞋底有湿泥 沾着枯草 可见吕小姐是去过凶案现场之人 吕瑶气的大叫 我本来就去过 我跟兄长见过面 说了话拿了礼物才回去的 脚下沾你很正常 今日本就大雨 徐大人 你这算什么证据 哦 许静元冷笑 这不算证据吗 那好 他再把鞋扔给武座 让其闻了闻鞋底的泥草 再看了看鞋面 闹武座闻了一下 立即变道 有腥味 不是雨水 是河边的死水味 再看看鞋面 有尸痕 见了水花 说完主动上前 命官拆抓了吕瑶的食指细细查看 随即变道 指甲上有皮痕残留 死者后颈 抓痕迹上留有扣单 与吕家小姐指甲的颜色相同 再看看吕瑶这一头的手势 突然指着一只细钗说 这钗上的细枝头 刚好与死者喉间的致命伤口相符 吕瑶大惊 怎么可能 她什么时候抓过吕错后脖梗 怎么会留下扣单 她头上的钗 能扎死人吗 慌乱之余 下意识地就去看身边那个微胖的丫头 那丫头心里自然有数 人是她杀的 根本不是吕瑶 可现在许静元将矛头已经指向了吕瑶 吕瑶一向心狠胆小 这种时候看向她 定是要将她给卖了 她还不想死 赶紧就到 不可能 我家小姐怎么会杀兄长 没有 没有动机啊 说完之后 似乎立即就明白过来 给吕瑶的真正用意 就是要利用吕瑶怕事 又绝对不能干事的弱点 一旦吕瑶慌乱 必然会咬出真凶 到时候 她认也得认 不认也得认 这个经兆影下的一手好奇啊 这丫鬟按理咬牙 却是听许静元道 要动机吗 好啊 本官这里也有动机呢 这时 门房那边又有人跑上前 就站在院中间大声道 宫里来验身的贵嬷嬷 到了 因着新人女子入宫 必须要经过验身这最重要的一关 宫里头一直养着不少验身嬷嬷 这些嬷嬷的眼睛 那叫一个毒 但凡是有本点不截女子 都会被其眼给瞧出来 据说 哪怕女子此前还是完毕 可若是做了那等只差一步 就圆满之事 也会被验得个清清楚楚 就是不知道如何看的罢了 以前凤语恒 才听说这件事实 曾经下过结论 她觉得 定是那些嬷嬷 不仅看身子 还研究过类似心理学的学问 通过察言观色 也能猜出个八九成来 贵嬷嬷是验身嬷嬷里 资历最老的 也是眼睛最毒的 宫里头一听说 是吉安郡主这边差人来请 立即就将她给派了出来 对此 凤语恒十分满意 可她这边满意 就有另外的人失忆 女妖一副魂不夺射的样子 瘫坐在地上 脸色白得像得死人 就连那跪在玄天华脚边的吕松 都陷了慌张 眉心紧皱 在思考着什么 凤语恒冷眼看着 在反观姚家人 一个个那是把愤怒 都挂在了脸上 好好地喜宴便桑咽 这叫什么事 姚显更是瞪着那吕松 依附你不给个 交代我跟你没完的样子 贵嬷嬷也是见观大场面的人 虽说一进院时 却是被地上的尸体吓了一跳 可也马上就镇定起来 不动声色地走到凤语恒跟前 跪下行了大礼 朗声道 奴婢叩见吉安郡主 郡主万安 因着是凤语恒这人请的她来 她这一礼 便先行给了凤语恒 在凤语恒换了起后 便又向着一众皇子下败了去 位高权重之人一一败过之后 对于在场的官员 却是理都不理 直接站到了凤语恒身边 而这时 那端坐在主位之上的许静元 又开口道 来人 把门外那吕家的丫头给带进来 一句话说得吕家人一愣 吕松更是不解 什么吕家丫头 她吕家送进姚府的人 不都在现场了吗 门外怎么还有 正思虑着 就见门外有官差领了一个人来 那人丫鬟打扮 吕瑶一眼看去心下就是一尘 是吕燕身边的丫头 她自小与吕燕就不合 因为都是嫡女 她又生母早逝 这些年来 吕燕是一门心思的 想要把她赶下嫡女之位 以便让吕家只有一位嫡女 如此吕燕的身份 才能更加尊贵一些 可惜计谋从未得逞 却不想在这时 却是吕燕手下的丫头过来拆台 吕瑶一整颗心都在打着哆嗦 虽然金赵颖还没说证据是什么 可她想也能想的大概出来 无外乎就是她跟吕错那一档子事 她怨恨的看了一眼吕松 曾经过往一幕幕又浮现开来 吕瑶至今仍想不明白 何以吕松生了个长子吕错 却不养在府里 也不认 直到她与吕错意外相识生了情愫 才被告知是亲生兄妹 这是要说错 就错在吕松 金赵这一切都是吕松一手造成的 吕瑶在心里憋着了一口气 心道 如果金赵这官过不去 他拼着一条命 也拉了这个不负责任的爹一起陪葬 眼看吕瑶盯着吕松的目光越来越恶毒 那被带上前来的吕家丫头 心中冷笑 然后规规矩矩的跪在金赵颖面前 等着问话 吕松心知 两个女儿平日里就多有不和 却也没想到 金赵颖竟先一步下手 去把吕燕身边的丫头 给叫上公堂 这丫头在府里侍候多年 是加生的 万一要是给说漏了一句半句的 今日这一切可就都完了 然而事已至此 却已经不是 他能够控制得了的局面 就听那许静元道 堂下丫头 本官判定吕家大少爷之死 与吕家二小姐脱不了干系 凶手也已经锁定于他 现在只需要一个证据 而你可愿提供这个证据 那个加生丫头 吕松终于开口了 金赵颖大人问话 可要斟酌回答 就是这一句加生丫头 让对方有了些许的迟疑 同时也是反应过来 自己只记得三小姐的嘱托 却忘记了自己的爹娘 还都在府里 这一次只正败的 可不只是二小姐的名声 更是吕家的名誉 就在他犹豫的 这当口 趁着人不注意 吕瑶身边的奶娘 微动了下 用身子将其挡住 小声的说了句 小姐可要快快 想办法独善其身 这种时候再犹豫不得了 吕瑶一正 似没听明白她的话 奶娘赶紧诱到 终究不过是 要个杀死大少爷的凶手 人不是小姐杀的 可不能在这种时候 任由那金赵颖 胡乱判决一通 栽赃到您头上 吕瑶嘴巴动了动 认识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袭上心头 可终究是一切都晚了 她的身份就决定了 她的命运 在她下手为吕瑶 除掉了吕错的那一刻 就该想好种种后果中 有一种就是自己得死 却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 徐大人 吕瑶突然开了口 赶在那家生丫头之前 大声道 徐大人不必将脏水 泼在我的身上 如此栽赃陷害于我 无外乎就是想借我之手 让我供出杀人真凶 好 我说 纵视多年的主仆 勤奋不顾 今日这事 到底关乎这一条人命 我也在犹豫不得 说着 将那微胖的丫头往前一推 大声道 凶手就在这 这丫头名叫盼春 跟在我身边多年 会些粗浅功夫 擅使绣花针 是才与见了大哥 拿回礼物之后 这丫头便匆匆地追了出去 我心知她与大哥之间 有些情意在的 大哥甚至跟我提过 要纳她为妻的想法 便也没拦着 却没想到一转头 大哥竟遭了毒手 说起来 这盼春才是最后一个 见过大哥之人 亲耳听着吕瑶编造出 这么个荒诞的故事来 却也不得不佩服自家小姐 再紧要关头 还是有些头脑的 可这有头脑的代替 就是她的性命啊 随着吕瑶的话音落下 后头吕松的话也接踵而来 但听她道 你这丫头 本相念你有几分粗浅功夫在身 这才留了你跟在小姐身边 随时保护 却不想你竟如此歹毒 本相这些年来 对你们全家的恩惠还少吗 你全家哪一个 不是靠着相辅的阶级过活 你怎的反过头来 要害本相之子 吕松顾忌重施 家人的威压 让那丫头不得不任命低头 服罪的同时 也给自己找了一个杀人的理由 大少爷原本说好 要闹我为妾 可这次却又说了许多绝情的话 让我断了念头 我气不过 措手 杀了他 此言一出 吕家人皆是松了一口气 吕瑶跌坐在地 再次痛哭起来 凤语横眯眼 看向姚家人 接见其面上不幸的神色 许静元这时也向他看来 他却无奈地点了点头 接近凶手就是这叛春 硬栽是栽不到吕瑶头上的 而对吕瑶的处置 他等的可不是这个机会 许静元将案情重复了一次 再从那叛春身上 搜到了其随身携带的绣花针 请示过一众皇子后 正式宣了叛 那叛春杀害吕家大少爷 厨一斩刑 当官差压着叛春 出府往衙门去时 叛春突然就大笑起来 一边笑 一边冲着吕瑶喊道 二小姐 奴婢在下面等你 你可快些来啊 吕瑶的抽气咒指 下意识地就朝那贵嬷嬷看去 吕松心说不好 赶紧转移话题道 许大人 既然案情已经终了 请让本相将王子尸身 带回府去办了丧事吧 谁知许静元一点都不卖 他这个左相的面子 只扔了一句 尸体自然是要吕家人抬走的 但吕相爷能不能走 这个得问七殿下 本官可管不着 回头又看向姚显 起身道 姚大人 本官这里的差事已经办完 您看还有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若没有的话 本官这就带人回去了 姚显点点头道 有劳许大人了 姚大人客气 许静元说完又冲着凤与恒 以及一众皇子行了礼 这才带着一众官差离了姚府 临走时叫了官差 将吕错的尸体抬了上 告诉吕松 这大喜的日子 可别给姚家添堵 这尸体下官 就帮着吕香送回去了 吕松能说什么 看着许静元的背影 恨得直咬牙 而这时凤与恒也领着贵嬷嬷上前几步 但听她道 案子审完 但咱们这事可还没完 她看向吕瑶 今日本郡主赏你一份至高荣耀 让你享受享受 只有关中娘娘和王府中正非方可享受的待遇 贵嬷嬷上前一步对吕瑶说 吕小姐 起来随老奴去吧 吕瑶一哆嗦 上哪去 贵嬷嬷道 自然是去洗房 又或者姚家另行安排的房间也可 吕瑶惊叫 我不去 我不要去 你们 你们这是羞辱我 凤与恒故作不减 羞辱 吕小姐可莫要这样说 你这样说 让宫中诸位 主子娘娘做何想法 他们可都是经了这一关的 我 吕瑶宇杰 再说下去 就是对娘娘不敬 那罪名她可担不起 再想想 却是眼珠一转 突然说了句 也好 但我有个请求 说把转头看向姚叔 一脸的楚楚可怜像 姚儿害怕 夫君陪着姚儿可好 吕瑶的这一请求看似荒唐 但二人已经正式败过天地 是正经的夫妻了 倒也不算为过 姚叔心善 见吕错之死 已经揪出真凶 虽说心里对吕瑶几人之前 栽赃凤与恒一事 还有些疙瘩 但到底这也是自己 娶进门来的妻子 都拜过堂了 府衙那里也背着暗的 怎么说 自己也该护着点 于是二话不说 扶着吕瑶带着桂嬷嬷 就往喜院那边去了 今日喜宴闹出这等事来 谁也都没兴趣 再继续下去了 可人们也都是八卦的 吕瑶那头的验身结果还没出 一个个的便也不急着走 就这下人端上来的茶水清敏着 同时也是想看看 那还跪在七殿下脚边的 左相吕松的笑话 凤子瑞威在他姐姐身边 小声地说 真表嫂看起来很凶的样子 真想不通大表哥看上他哪里了 凤与恒笑着道 小小年纪懂得的道也是不少 可再一转念 这个时代的孩子不都是早熟吗 想当初他刚回京城时 想荣和粉黛也不过十岁 想荣还单纯些 可那粉黛却都知道 勾引玄天明了 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九岁的子瑞 却也不敢再完全当小孩子看 再顺目去看那吕松 低着头跪在那里 一张老脸早就挂不住了 堂堂正义品大员 当着这么些成功的面 就这样跪着 这要是在朝堂之上也就算了 偏生还就是个家宅 这叫什么事 可心里在埋怨 脸上再挂不住 那也是没用的 让他跪的人是七皇子玄天华 平日里对谁都客气和善 却也是人人皆知偏生 不能惹了他发怒的一个人 今日吕家撞到了刀口上 吕松心下合计着 这一关怕事不好过呢 凤宇恒偏头侧身 跟一直赖在他身边 没走的玄天明说 你猜 七哥要如何折腾 那位吕相爷 玄天明怂怂肩 不知道 不过可是有他好受的 惹恼了本王 不过是挨顿鞭子 可惹恼了七哥 却是什么下场都有可能出现的 且看那吕松的造化 也得看看一会儿 那验身结果出来之后 又会如何 玄天哥这时也凑了过来 很是八卦的跟二人道 此事又当如何 说话间倒是正经的 看向凤宇恒 阿恒 姚家会认那样一个孙媳妇 凤宇恒冷笑 如若他真不知廉耻 到婚前就失了身子 那本郡主今日少不了 就要为姚家清理门户 纵视大表哥 自此记恨于我 这个恶人 也是非作不可的 至少不能让险姚天天看着恶心 这府上旁人 他尚且没存了太深的亲情 毕竟接触时日还是少 人都好是好 但说起情分来 却也只能靠着 圆主身上的那一丝血脉 偏生姚氏又不争气 让这丝血脉 着实也是冷了几分 可有姚显在就一切不同 两是亲人 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那是谁都替代不了的存在 我就喜欢你这性子 玄天哥由衷地赞他 只有这样 才不会被人欺负了去 玄天明冷恨 你以为自己 比他好到哪儿去吗 本王听说 我们在北地的那些时日 廖大人家的公子上门提亲 你连着人家提去的礼物 一起给扔出府门 切 玄天哥表示不谢 还不都是跟你们学的 也不知道 从小是哪个哥哥交给我 遇到自己不喜欢的 还上门来纠缠的人 不要客气 先按地上打一顿再说 我好歹给他留了面子 没真打一顿 玄天明苦笑 这话可不就是小时候他教的吗 老玄家这一辈 就这么一个丫头骗子 九个大小伙子 在正式上 总有相左之时 可就唯独对这个小妹 从小宠的跟什么似的 再想想 玄天哥也是 到了世家的年龄 可他身为公主 又是大顺朝唯一的公主 有能多少自主的空间 一时间三人 都想到这个上去 气氛倒是 也沉了下来 子瑞瞅着不对劲 主动去拉了 玄天哥的手小声道 天哥姐姐 要不你也嫁给我们家表哥吧 我们还有那么多表哥 个个都是好男儿 姚家很好的 你嫁过来 不会挨欺负 玄天哥扑斥一下就笑了 捏着子瑞的小胖脸蛋说 本公主怎么可能会挨欺负 凤语恒也笑 他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 说话间 就见凤粉带夺着不往他们这边走了来 随之而来的 还有五皇子担忧的目光 说起来 五皇子玄天眼 也是没少跟着粉带操心 特别是看到凤粉带 一副挑事的架势 往这边来 玄天眼都想起身去 把他给拉回来 可到底爱着人多 没真的冲上去 这时 粉带已然到了境前 先是给九皇子和玄天哥行了礼 然后对子瑞道 弟弟回京城来 也不到凤府去玩 四姐姐很是想你呢 子瑞在人前礼数总是周全的 当即便给粉带行了礼 恭敬地叫了声 四姐姐 而后说出口的话 却是一点都不跌份 四姐姐若是说 让子瑞到凤府去玩 那可就得选个好日子 子瑞背好了礼 正正经经地登门拜访 可若是说回家看看 却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的 一番话 把他粉带给掖得也没了脾气 心下不停地念叨着 真是有其姐必有其弟 这凤子瑞一张利嘴 真是跟他姐姐越来越像了 却是不知姚氏哪里错乱 生了这么两个怪胎出来 可随即又想到姚氏扎的凤锦园那一下 便也知人家只是没爆发 爆发起来可是直接要动刀子的 他定了定神 走过来的目的 当然不只是关怀子瑞 而是诚心来恶心凤与衡的 此时故意四下瞅了瞅 再故作惊讶地问道 姚府大少爷大婚 怎地不见姚夫人前来 他可是大少爷的亲公母 再看看凤与衡 面上笑容不怀好意 是不是二姐姐回京之后 还没顾得上去看姚夫人 这就是二姐姐的不是了 好歹那是你娘亲 玄天明转过身子 不愿意粉带 女人家斗嘴真是招人烦 好在他们家阿衡从不会吃亏 否则他少不了要管上一管 也不介意让这凤家四小姐 彻底闭上嘴巴 倒是这一转身的功夫 刚好看到五皇子 也往他这边看来 一脸的歉意 玄天明别开目光没再去看 他不需要什么道歉之类的表态 道歉如果有用的话 要他手中的鞭子干什么 他媳妇不受委屈 就一切都好 一旦受了欺负 他就是毁天灭地 也得给自家媳妇抱回个痛快的 粉带的话出口 凤雨恒倒是没急着回 很是稳当地端起茶喝了几口 而粉带就那么站在面前 好生尴尬 终于带凤雨恒回过神来搭理他时 说出的话尽是 四妹妹如此关怀母亲 想来是就是情分一直记着呢 二姐姐也不知该如何谢你 不如这样 一会儿喜宴结束 你且随我往姚家别院走一趟 去拜访一番吧 母亲前些日子还念叨着 想吃波浆那边的蹄子 想来五皇子府上应该不缺 四妹妹且去讨要一些来 也省得空手拜访太师礼数 她说话这声音可是不小 五皇子与这边也就这三个身位 凤雨恒的话 字字句句听到她耳朵里 不提她还好 这一提了 她不得不当即表态 姚夫人爱吃红蹄 本王自然是乐意送上的 四小姐一会儿就去黎王府上拿一些吧 本王也随你一道去拜访 说起来将来也是沾着青的 理应常去探望 粉带一听 自己不但没占着便宜 反倒还吃了亏去 一时气愤不已 就要再开口说些什么 五皇子却已经在冲着她实眼色 警告她不要再惹是生非 粉带别人的话不听 五皇子的话 还是要听上几分的 当即便住了口 转身就要回去 可再看看 原本跟自己坐在一桌的那些女眷 都在往这边看过来 个个都知她没讨到便宜 她可不想就这样回去 被人平白的看了笑话 再一瞅 五皇子身边 可不是有把空椅子吗 干脆一扭身 快步坐了过去 五皇子对此倒也是没什么意见 好歹人在身边 自己也能提点这些 只是又冲着凤雨恒这边 抱歉地点了点头 这才回过头去 低声劝慰粉带 而这时 据那吕瑶去喜悦验身 可是有好一会儿了 人们撑着脖子往那头瞅 却还是没见人回来 不由得巧声议论开来 而凤雨恒也觉得 似有些不大对劲 就准备派人去看看时 就听到在场突然有人说了句 回来了 再抬头看 果然 吕瑶一行伴着那跪嬷嬷 已经从小路那头走了过来 不由得也松了口气 不由得也松了口气